各种争斗交织在一起 将我推进危险深渊 拒接上级刀队长开口 就问我昨晚嘎了谁 听得我一脸猛逼 并且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我昨晚在园区 哪都没去 至于嘎人那完全不可能 刀队长你一定是弄错了 哼 最后一分钟 想清楚告诉我 要计时开始 刀队长拿出手机 同时一把枪指着我 压迫感 瞬间拉满 我脑门上开始滚落汗珠 怎么办怎么办 到底谁嘎了 总不能老肖嘎了吧 时间倒说 不说实话一枪崩了你 比我昨晚真的在园区 刀队长要是需要 我让人把监控送过来 真的你别夸我 比珍珠还真 十三别往心里去 只是走个问话流程而已 我懂刀队长也是值得所在 话说谁嘎了 威虎你应该不陌生吧 此时还跟猛仔有关 刀队长说出信息 我感觉头到炸了 就在昨天威虎还带人对着我们吐吐 可今早就凉了 但我不清楚 猛仔怎么牵扯进来的 刀队长难道人是猛仔嘎的 正在调查无可奉告 原本也没多大的事 可威虎身后有点关系 我们县兵队也只能调查 刀队长坦然 我也就直说了 昨天我跟威虎是交过伙 但我跟他没仇 他应该是受人之兔来对付我的 刀队长可以查下威虎的雇主 我怎么做自有分寸 不需要你交 问话结束你走吧 艾娜刀队长忙着 我先走了 我走到外面 才发现已是满头大汗 不等我缓过神 猛仔的电话打来了 十三方便通话吗 你说 我已经跑路了 你在西港自己当心点 跑路因为威虎的事吗 具体什么个情况 我就是个倒霉孩子 昨天不是被威虎埋伏了 等回去后我是越想越气 就带人去找威虎 决定给他点颜色瞧瞧 可你猜怎么着 我刚到他所在的酒吧 就见他倒地上都凉透了 你说会不会气 那你裤装里抹黄泥了 根本说不清楚 等风头过了再回来 大了就跟你说一声 你自己也当心点 我属实没想到 猛仔无故给人背了黑锅 而嘎威虎的人 我猜测是吴总监 如此想着我上车准备离开 却觉得后脊被发寒 后座上好像有个人 十三是我 惊不惊喜亦不意外 你这是惊吓 说你想干什么 你手别乱动 我的枪可不长眼睛 别乱来 这里就是宪兵队 咱们有话好好说 你也有怕的时候 现在有个大好的机会 摆在你面前 你是个聪明人 应该会好好珍惜的 答应成为我们的内影 干不敢 包总监指示你干的 他都是泥菩萨过河了 也配指使我 别岔开话题 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这个事关重大 容我回去思考几天 我也不清楚 后座上的阿里有没有武器 打算先拖延时间 可他不给我机会 只给你一分钟时间 想好了赶紧告诉我 开始倒计时 卧槽 又来我想你老母 大不了一气嘎 大清早的被搞两次形态 我也是火气大得很 迅速掏出手雷 可枪声并没有响起 看来他不准 不会在宪兵队门口开枪 收收起来 我都没带着枪过来 也就跟你聊聊 不答应算了 下次谈话别这样搞 很容易出事的 谁知道你也是个疯癖 吴总监让我给你带句话 再敢瞎搞是 威虎就是你的下场 果然是你们干的 把你的手雷收起来 我走了 阿里没有过多纠缠 下车静止离去 我不相信他没带家伙 只是碍于宪兵队在不远处 而我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吴总监好算计 闲事派威虎毒我 计划失败又把人打了 碰巧还让蒙仔背上黑锅 这一手操作也没谁了 可我的处境很危险 等我理清思绪 便驱车去找阿棱姐 觉得帮她打下码头 我会安全些 随后我来到阿棱姐别墅 萌仔的是你听说了吗 我都知道了也是够倒霉的 一不留神给人背了黑锅 不可能那么巧 以我多年的经验来看 他身边八成有鬼 人家做好局让他跳的 阿棱姐说的也对 要先把人揪出来吗 那是老肖的事 我现在要做的是拿下码头 尽快找地盘立足 出来 阿棱姐喊了一声 直接阿全从一侧走出 看得我有些猛圈 阿棱姐什么个情况 她答应跟着我干了 往后当码头的二把手 十三个往后还请多关照 这就对了有马内大家一起赚 瞎搞是成不了事的 我们还得对付一个人白总 如今的码头他占了大半 一旦让他将码头正式运行起来 军方出于利益考虑 是不会让其他势力再去争抢的 白总这个人大家都打过交道 是个难缠的角色 我们还是去问一下老肖 看他有没有办法 拿定主意后 我跟阿棱姐第一时间找到老肖 说明问题所在 老肖听完面色凝重 白总不好惹 但想要码头就必须对付他 肖爷我们知道 可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我不能派人给你们 硬刚不现实 剩下的只能耍手断丸算解 这个你比我在行 这不说的等于没说 还得靠自己 我觉得你们可以从一点下手 白总是做军火贸易的 那他的命根子就是存放军火的仓库 找到仓库运走军火 然后威胁他退出 差不多就是这样 老肖欣慰的笑了 但这种是嘴上说的简单 真做起来很难 在走出老肖别墅后 我在这儿阿棱姐去了神油店 可老板一听我要买的消息 人家不做我生意 十三现在怎么搞 难搞 想接近白总太难 况且我们现在属于竞争关系 白总对我们的戒备心会很强 我觉得抓住或者做掉白总 会比找仓库容易得多 不行你忘记他做什么生意的 他真改了我们会很麻烦 况且改白总的难度也不小 他身边可是随时带着不少人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那你说怎么办 咋还发脾气了 对不起我急躁了 阿棱姐很上火 因为码头对他意义重大 一旦没抢到 他下半辈子就得给老肖打工卖命 可那不是他想要的活法 这时我给出了提议 实在不行冒个险 我们放出消息 就说看仓库的人在偷白总的军火卖 他应该会过去看 敲山正虎 可万一他不去呢 那我没办法 阿棱姐你也只能认命 实在不行来园区跟我混 不会亏待你的 怎么你想包养我 这种时候就别开玩笑了 不过也不是不行 不闹了心按你说的办 实在不行再想其他办法 行先去白总别墅门口 我跟阿棱姐敲定计划 驱车来到白总别墅不远处 而阿棱姐叫上了他的全部人 准备放手一搏 接着我拿新手机打给白总 多出几次后顺利接通 哪个别散成千分 白爷出事了 发个盗卖你的军火 什么烂牙发胆子那么大 能当你是谁 白爷你快点过来看 不然非得为他卖光不可 我说完挂断电话 也不管白总怎么想 阿棱姐却是胡一道 这样就行了吗 差不多吧 白总猜测烂牙发盗卖焦火 肯定不会打去问烂牙发 他大概率会亲自前往查看 如此一来白总带去的人不会少 也挺麻烦 世上哪有容易的事 我这次把命都压上了 阿棱姐等你变得牛批了 一定要罩着我 那必须的 我们都成一条绳上的蚂蚱了 聊完后 我们继续盯着白总别墅 很快一小时过去了 依旧没见动静 大家都很烦躁 十三鬼影子都没一个 不会出问题了吗 计划没问题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难不成你身边也有鬼